小朋友的无意 三十层高楼燃起大火 火势顺风蔓延 楼内浓烟弥漫 四百多名居民该如何逃生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 火海求生 火海求生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现在又到了咱们旧历年的年头年尾的时候 其实就算是新年同样也是如此 在这大家肯定马上都会回家跟自己家里的亲人团聚 不过团聚欢乐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去享受的 但享受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忘了其他的一些事情 尤其是防火问题 谁都知道每年春节期间防火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放个烟花爆竹 大家都喜欢小酌几杯 有的时候可能就会存在着隐患 尤其是我们现在很多人都住的是高楼 高楼一旦起火了之后 应该说我们又知道很多的教训在其中 那是非常可怕的 不过今天我们给您讲述的是在2010年8月份的时候 重庆的高楼起火的事情 虽然说他同样是着火了 但是那里上至80多岁的老奶奶 下至四个月大大的小朋友 居然全部都安然脱险了 无疑伤亡 可以说从这件事情当中 也能够让我们得到不少的经验 2010年8月9日下午4点 居住在重庆郑美园小区的400多名居民 正在家中休息 这是一天中最闷热的时候 谁也不会想到 一场大灾难就要袭来 4点10分左右 住在七楼七单元的小朋友吴松 好奇地拿起附近的打火机玩了起来 在5岁的吴松看来 火焰一着一面 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 慢慢的吴松已经能熟练地使用打火机 他决定再点燃一张纸巾看看 在接着点燃几张纸巾后 没等火苗熄灭 吴松就进入到了卧室玩耍 然而接下来 只是短短的几分钟内 小小的火苗居然引燃了周围的窗帘和桌布 大量的浓烟从窗户 窜了出来 当时发现火灾的时候 是我小声鱼最先第一个发现 他们喊过外婆 已经外头有烟火好大 看到屋内着起的大火 吴松的父亲迅速带着吴松离开了家 几分钟后附近的居民拨打了报警电话 我就最先赶到现场 然后过去的时候就看到那个七楼八楼火势就已经很大了 这是救援人员最不愿意看到的情景 和普通的建筑物着火不一样的是 在高层建筑内 也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正美元居民楼一共有三十层 除了地下一层 地上二十九层的每一层内都有十户人家 根据以往火场的实际测量 一场火灾能够在三十分钟内 由底到顶 蔓延一幢三十层的大楼 如果按照这个速度 在二十分钟内 正美元的大火就可能从现在的七楼烧到二十九楼的顶层 甚至会殃及到周围的其他单元 而且大火会形成有毒的浓烟 即使有些单元不曾过火 有毒的浓烟也同样可以置人于死 在火灾当中 百分之八十是烟熏至死 有很多火场甚至是百分之九十 因为这个烟气中有很多的毒气 比如说本 一样化碳 二甲本 等等 这些毒气被人吸入之后 五十多秒 就会造成大脑的中枢神经紊乱 甚至让人晕火 这个倒地 没有利息了 倒地死亡 此刻 只能一边组组楼里的居民迅速撤离 一边请求居员 高层建筑 这个密度比较大 住的人口密度比较大 一旦发生什么问题 疏散的这个时间是很长的 第二个疏散的人员是很多的 第三个就是灭火的难度是很大的 这个供水的压力 灭火供水的压力也是很大的 虽然说呢 咱们通过很多的电视节目 或者听别人来说呢 我们都知道啊 这个火灾啊 它非常非常的可怕 但是究竟可怕到什么程度呢 据国外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呢 假如在一栋办公大楼里头 中等规模的办公大楼 有一个直楼点燃了的话 两分钟之内 这个烟杆就会报警了 四分钟之内 这个烟雾就已经弥漫到这个整个楼层了 您就想吧 这个着火的速度它有多快吧 如果说我们本身所在的这个楼 它所采用的一些建筑材料 装饰材料 又是易燃物品的话 那那个速度肯定就特别的快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人们呢 只要一听到火警响了 或者发现火势了 谁都不愧肯定特别平静 啊没关系 我慢慢走就可以了 没有人会有这么好的一种现场反应 肯定都是 哎呀 赶快跑吧 着火了 问题是往什么地方跑呢 大雾之中浓烟滚滚 惊慌失措的人们可能啊 就会四散奔逃 这样一来呢 就毫无疑问会带来很多呀 原本不该死亡的事情发生了 再加上呢 可能有的时候消防通道修建的不够合理 哎 人们呢 在下楼的时候呢 又因为想保护住自己 这是无可厚非的 会发生你推我嗓踩踏的原因 所以呢 这就导致啊 像高层大厦 一旦要是着火了的话 哎 他就会很难呢 保证所有的人都尽快疏散的原因了 那么现在这个小区的人 面对的就是这种情况 他们又该怎么办呢 一辆又一辆消防车呼啸而来 警报声响彻了整个郑美园小区 而这时火势仍在迅猛蔓延 已经窜到了十几层 七楼以上的六气单元已经烧成一片 居民们已经开始不断从楼内跑出来 今年六十多岁的徐玉帝和老伴 就住在十四层的武丹园 这时两人正在看刚刚收盘的股票 惊慌失措的徐大妈顿时有点慌神 但是仅仅过了一分钟 她便和老伴迅速冲进了厨房 用湿毛巾捂住口鼻 是徐大妈当时的第一个反应 这是她在居委会组织的消防演习中 学到的一个常识 因为地处山城 重庆的高层建筑 几乎占据了所有建筑物的一半以上 多数重庆人都是在十层以上的建筑里工作生活 因此在平日的生活中 不管是单位还是居委会 都会不定期的举办消防逃生演练 两个月前 徐大妈还和楼里的其他居民一起参加了居委会组织的逃生演习 在冲出家门后 徐大妈和老伴绕过电梯间直奔楼梯而去 在高层建筑中 电梯井直通大楼的各层 一旦发生火灾 烟雾高温和热气 很容易进入电梯井 在高温的作用下 电梯的供电系统会随时断电 失去控制 而坠落到电梯井的底端 而因为受热的作用 电梯也会变形 不能运行 这时 烟雾和热气 就可能会危及到人的生命 因此 一旦高楼内发生火灾 只能选择楼梯逃离 所以 平日在我们的楼梯间内 一定不能堆放杂物和垃圾 一旦楼内着火 这些堆砌物 就会阻碍我们逃生 此时 郑美园大楼的安全通道里 已经挤满了逃生的人群 大家都不顾一切地往外跑 尽管楼内已经漆黑一片 但是所有人都采取了同一种姿势 我们今天拿来了很多消防战士的装备 这个是他们进入这种火场当中 最重要的 其实就是一个空气呼吸器 就是一个压缩空气的瓶 然后 这是他们的防毒面具 戴在他们的脸上 就能够保证 他们能够不忽入这些有毒有害的气体 可是 这也是决定了 这个气瓶 它有多少的气量 如果气量不够了 他们同样也会面临着危险 人家有这些专业设备的话 他都不敢说自己百分之百的安全 你就想我们吧 难道说真的着了大火 我们就没办法了吗 也未必 您看啊 像这个东西 现在很多高层建筑当中 我们都看得到 它就是一种民用级别的 这种呼吸面罩 它可以去帮我们 过滤掉空气当中一些有毒的东西 并且这个地方还可以让我们看到路面具体的情况 再如果说没有这个的话 毛巾我们家里总有吧 把这个毛巾把水浸湿了 然后把它折叠一下 据说如果说你折叠到八层的话 它本身就可以阻挡了60%的烟气了 阻挡到16层的时候 阻挡的气体就会更多 当然了您也得注意这里面的水也不能特别多 否则的话您是呼不到这些有毒的气体了 但是您也呼不到别的气了 没准就给您一下 还反而容易让您不太适应 所以说这个东西咱们用的时候也得讲究一些 另外这些烟气 它们一般都往高的地方跑 那么实际上就是在距离地面 大概也就是二三十厘米的这个程度 这部分空气我们还是可以利用的 所以您看到没有一些简易的消防指示图上 也都会告诉我们 一旦出来这种情况 用湿毛巾湿口卷手卷捂住自己的口鼻处 蹲下身子匍匐前进 所以说很多的给我们标明了安全通道的标志 它的位置也都比较低 这是为了便于你在匍匐前行的时候能够看到 徐大妈和一些居民凭借简单的消防知识 在第一时间安全地逃出了大头 可是大楼高层的很多住户 还没有意识到楼内发生了什么 而危险已经离他们越来越近了 这时上百名消防队员开始沿着楼梯 逐层挨家挨户的通知和搜救被困人员 可是烟气已经以每秒钟三到四米的速度 窜到了楼上 在短短的一两分钟里 可怕的农烟就弥漫了整个消防灯道 这意味着许多居住在高层的居民 已经无法再从唯一安全的楼梯间里逃生了 当时有些人呢嘛 因为他到了七八楼 然后九楼的时候 那烟雾很大 所以说他都无法 无法这种 下到楼地 所以他只能往上走 烟雾封锁了整个步行通道 向下疏散的居民不得不转身向楼顶的天台跑去 这是人们在困境中的本能 条件满受 但是在高层建筑火灾中不到万不得已 是不能向楼上跑的 这些人们火势都是向上蔓延 而且燃烧速度非常快 而烟气向上扩散的速度更是水平流动了好几倍 一旦向上逃跑 往往会把自己逼上绝路 可是当下层的楼梯已经冒出浓烟时 也不能强行下跑 因为火源可能就在下层 这个时候向上逃离到凉台或者天台的地方 反而更加可靠 因为天台是开放式空间 有毒气体会得到歧视 站在天台上挥动彩色的手帕呼救 就可以引起救援人员的驻地 而这时消防云梯车就会发挥重要作用 这些年针对高层建筑发生火灾 灭火救援难的困境 各地的消防部门都配备了不同高度的云梯车 尤其是在一些高层建筑比较密集的大城市 一旦高层发生火灾 云梯车不仅能把被困人员从高处救出 还能将水送到防处 直接从外部对着着火部位进行铺救 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一栋楼 那么如果说我们的云梯车升起来的时候 可以达到这个楼的楼顶高度 这个楼实际层数是28层 那么如果说被困人员在28层的话 我们可以达到这个28层顶端 然后进行那个有效救援 事实上不光在北京 在重庆同样配备有这样的消防云梯车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高层建筑发生火灾 云梯车都能发挥作用 目前全球消防体系能够提供的最高云梯是130米 我们国家最高的云梯不超过100米 而且在通常情况下消防云梯车只能升至限定值的80%左右 如果地面风力达到4到5级 云梯车就会自动停止升高作业 与此同时云梯车的使用 还受到道路宽度 出旧场地等很多方面的限制 被困天台的居民原本以为消防队员会用云梯车搭救自己 但是他们不知道 郑美园门口的道路不但狭窄而且崎岖不平 就算云梯车能够勉强通过 郑美园的楼下也没有一片平地可供云梯车停靠 所以要想靠云梯车搭救根本就不可能 就在所有人焦急不安的时候 天台上有人被困的消息 也已经传给了在楼内搜索救援的人员 当时天台上还是有十几个人 然后当时我们其他他们反正比较惊慌吧 然后都说Mexe 由我们指引也会安全地到达一楼 弯腰用手帕捂住口鼻 所有的人都手牵着手 在消防队员指导下 借助微弱的头灯终于到达了楼下 就在火势迅速蔓延的时候 居住在二十二层的刘文墙 也想自己朝下楼去 但是当他打开家门后却发现 二十二层的楼道里已经到处都是浓烟 自己甚至连楼梯间都无法看清 但是它是跳跃形的燃烧 可能中间有几层没有烧到 然后二十二楼当时已经有明火了 刘文墙迅速地返回家中 但是眼见烟气就要通过楼道 穿到自己的家中 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其实在火灾中 当烟雾已经进入室内 或者大火靠近的时候 躲进卫生间 是一种非常明智的逃生方法 因为里边首先里边有水 另外管道 水的管道的上下楼是一根是通上的 这个时候 一个是有水 可以在很小的房间内继续采取隔离外界的措施 另外如果说真困在这了 我们也可以在通讯不能保证的情况下 敲击管道 也是告知外界 我需要救援 躲在卫生间的刘文墙并没有等待太久 消防人员很快就根据电话提供的信息 找到了他所在的单元 他们你的二代夫妇带卫生间 防范收拾做得比较好 有湿帕子的下水啊 这些 门还是湿的 然后有些仓库这些也是关着的嘛 防止烟雾进来嘛 很快刘文墙就被救了出来 但是到底还有多少居民像刘文墙一样 躲在房间内等待救援呢 浓烟之下 他们还能兼许多久 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在这儿要再次提醒咱们大家伙 如果说大楼里着火了 尤其是那种特别大的楼 我们很有可能自己不知道 等到知道的时候 您就会发现 也许您出不去了 在这个情况之下 不要随便的去开门 先去摸一摸 门是不是发烫 如果门特别烫的话 千万不要开 否则的话 如果看过电影 烈火雄心的就会知道 这一开门 外面的火就全进来了 那是很可怕的事情 再有 如果说发现自己出不去了 怎么办呢 赶快拿时髦巾 把门缝塞好了 然后不停的给屋里泼水 尤其给那些易燃物品上 把电也关了 煤气管道也都关了 然后赶快的跟救援人员 及时的联络 告诉你 告诉他们 你在哪号楼的 几单元的几层 几室 一定要说清楚 如果说发现这个屋里也保不住了 那往哪跑 咱们不能说跳窗户逃生 那是最愚蠢的行为 没有几个跳出去能活下来的 那怎么办 躲厕所去 厕所空间比较窄 另外一个 厕所这个门 我们可以不停的给它泼水 厕所里有水丸 再不行的话 您在浴缸里放水 泡到浴缸里 也是一个求生的办法 另外 厕所里直上直下的下水管道 它在我们被困的时候 你使劲敲它 也便于咱们的救援人员 知道您的位置 千万不要躲到大浴柜 躲到床底下 那些地方是最不可取的 好 那么在明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发生在重庆这个高层大厦里的居民 面对火场的时候 是如何逃生的故事 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客套频道 三十层高楼突起大火 四百名居民被困楼中 高层逃生 困难重重 是主动自救 还是等待救援 关键时刻 如何保存自己的性格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 逃离活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